這邊是沖繩一樓 國內線的外面 有個10A的碼頭 我們要在這邊搭接駁車去租車 我們這次租車公司是OTS 服務人員在跟現在確定我們的訂單 我們現在坐上接駁車了 你這次租什麼車? 租了現代的IOMED 你租了多少錢? 我租的總共是整整三天 然後是8000台幣 這個價格是包含保險 它有5千的ETC就是貨物費 然後還有一張EV卡就是充電卡 感覺上它生意非常好 一確認訂單以後 它還給我們一個藍色的夾子 外面還有一疊很厚的藍色夾子 裡面有附一張中文有說明 就是註冊要注意的事情 不能超過時速60 我們到了大概開了20分鐘左右 這邊都會講中文 然後它叫我們進來先報到跟付款 這邊開車它不是用國際夾照 是要用中文夾照加上日本 一樣去建立擋板 可以使用YOUKA 它剛才有告訴我們一些保險的規定 然後還有給我們一支保險的電話 總共是40400 我們租三天 我們剛才問了怎麼找充電 它叫我們去GOGOEV這個網站看 要注意的是這邊讓阿州營業到晚上7點 接駁車啊好像是到6點左右 我們今天租的是這一台 它叫我們看一下車的外表 有沒有什麼傷痕 這邊有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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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邊有一點 這邊可以充電 然後也有卡Play 這邊可以充電 然後也有卡Play 它幫我們把電視充飽的 然後可以跑510公里 欸 我跟你講 其實不太用充電 其實有人說啦 如果你里程沒有跑超過 比如說再打個折400好了 其實是不用租1D卡的 我覺得很不錯欸 很有電 對 腳步空間 對 非常的乾淨 給大家看 去年才有 去年才有 然後這邊可以開天窗 我們開一下天窗 天窗打開了 然後這邊 這邊還有SOS 現在跑去上廁所 我剛有上網看一下資料 除了GOGOEV這個網站 下載PlugShare也可以 在沖城啊 三天應該是開不過400公里 不過就想說 體驗看看 在日本充電的感覺 這台也有 置中 跟跟車 我明天試看看 再跟大家分享 我剛才連接的手機 它支援Apple CarPlay 你的中文 我已經幫你用好了 欸這樣支援中文 其實真的方便很多欸 你看 有沒有 我剛剛上來車子的時候 覺得有尊榮感 因為它已經把我把手 推到外面了 所以好像加分 而且它 它老實講 它的質感 對 而且質感是比特斯拉好一點的 我這次來出這個的目的 就是要開它一下 回去我再考慮要不要買一台 IONIKE本來就不錯欸 之前我們就蠻喜歡的 然後我們覺得咖啡杯在這邊還不錯 而且它是可以調位子欸 可以前後 這個我知道 上次那個 美西太太有展示用 然後充電地方蠻多的 只是它沒有USB-C 這兩個都是USB-A的 然後前面有 後面也還有 我們第一次在充電停車 這邊一個小時 大概是400日圓左右 我們車停在這 在國際通附近 我覺得通… 阿喵 阿喵在哪 在那邊 它一定是知道 這邊每天都有好料的 這邊算市區吧 我覺得這邊車位沒有很難找欸 附近滿多的停車場 這邊停車費 我剛才有看一下附近 大概就抓一個小時 100塊上下 先猜零回客上 你沒有在特色啊 笑死 不是鑰匙沒拿 我還沒熄火 開特色啊 開習慣 好好笑 我們吃飽要準備離開 日本停車地方也是沒有閘門 所以 有點那種信用交款的感覺 我們的車號是9094 剛好有一些現金 就用現金 日本停車繳費是難 還是簡單 我覺得蠻簡單 而且它這邊也有說明 現在我們離開市區 然後是走高速 這邊的限速啊 是80公里 現在零有開 車道維持跟跟車 你覺得它聰明嗎 開完特色啊 之後再開別的車 就會覺得 他們沒有那麼聰明 可是也可以啊 比傳統車 還是可以減少一下 有些疲勞吧 我覺得會 HONDAI裡面的 配置就是 還有顏色我都比較喜歡 所以我們回台灣 要買第二台 你車是HONDAI了嗎 因為我們本來就是 有在考慮這件事 是之後沒有說而已 忘記了嗎 是想一想覺得啊 它真的還是有點小 不太適合我們家 不然其實它真的不錯 我一直以來啊 都覺得 電車是要買 銷量比較大的 像HONDAI啊 或BMW 都是比較大的 可是我還沒開過BMW 不知道啊 而且我心裡還有就是 我還有一台那個 迷你 迷你 迷你迷你電車 沒了 很可愛欸 被訂光 就叫你買給我啊 我什麼都有 就是現在沒錢 對啊 訂又不用錢 訂要錢啊 要十萬啊 我們走高速公路 有看到EV的充電 想說 重重看 感覺是一個休息站欸 下來看看 這個EV的LOGO 感覺也是新的 然後 有特別指示在往前 那個是Chotemo的超充 現在算88% 想說來體驗看看日本的充電 第一個步驟 先把車子的充電打開 右邊這個是慢鐘 左邊這個才是快充 這是這樣嗎 打開很大欸 好了 接著應該要逼你的卡 正確充電啊 機器也會顯示 車子的充電資訊 這邊也可以看到 目前是39千瓦 這個充電站的PlugShare 也有正確顯示 我們今天就是要住這個 烏魚地島 好漂亮 你看到沒 我們來買可麗路 明天就要準備 回台北 我們晚上就要準備還車了 這間店好可愛喔 是個小店 很有特色 我們剛剛有買一個小盒四顆的 然後我們有問店員說 他比較推薦的哪一個口味 這是他第一個推薦的 我們來吃吃看 聞起來外面有一個甜甜的味道 他的可麗路 我剛才吃了一顆 特色就是外面很酥 很酥欸 他比一般的可麗路小啦 對 一般會稍微做大一點 然後上面 他有放一個白色的巧克力猩猩 然後還有一顆一顆銀色的豬豬 其實蠻好吃的啊 有些吃很怕黏牙 他很脆啦 可是不會黏牙 還不錯 可是我自己覺得他送你非常好看 對 他包裝很可愛 我們的車停在這邊 在沖繩啊 不論市區還是郊區 我覺得停車位都還蠻好找的 我先講講我們這幾天在沖繩 開車的感受 我自己會覺得呢 沖繩真的是個非常適合開車的地方 如果你是新手駕駛其實也很OK 其實我們四年前在沖繩租過的車 那時候是租油車 那這次租電車主要是今天菜林在開 你覺得跟油車有什麼很大的不同 通繩真的很適合開電車的原因是 他是一個不需要一直加油的行程 跑整個景點的時候 因為他就這麼大而已 那其實像我們這次來沖繩等於是三個整天 其實是完全不用充到電 原則上你就抓400公里以內不用充電 像我們現在還有31% 所以我們第一天雖然充電 那只是想說試試看 一般來講 以三天來講 我覺得是不太用充電 而且我們跑的算多喔 對那我自己覺得在沖繩租特斯拉 反而是比較不是那麼理想的選項 因為他的充電站其實不多 而且我們在沖繩看到路上的電車 幾乎沒有特斯拉 在這邊的電車多半都是Chordemo的 可是不曉得特斯拉是走什麼樣的規格 下次我們可以試試看 那我們這次租起來就是大概是一天 一天算起來大概2000多塊台幣 那大家可以自己去算一下到底要租油車還是電車 如果以Ioniq這台車啦 除非你的里程會超過400 他有必要再租EV卡去充電 充電我後來發現其實就很簡單 你下載blockchair 有橘色的就是快充 基本上高速公路其實蠻多的休息站都有 所以不難找 如果你有思考說 欸到底要不要買電車 要不要開開看其實才充繩 你可以感受一下 我相信開完Ioniq的人 對這台車會心裡會加分 以輔助駕駛來講 如果以克斯拉是100分 那這台車大概會是幾分 就及格吧 就及格 因為它其實就是比較接近傳統的車 就是 定速啦 車道維持是有的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你自己覺得你的條度會降低多少 其實我真的覺得差不多 差不多 因為現在油車也是都有做到這些東西 其實差不多 對 電車這邊最大的差異就是它的充電 我自己最喜歡這一台車 就是它的內裝跟它整個坐起來的舒適度 它的高度呢 借在休旅車跟房車的中間 所以它整個腳步坐起來我都覺得還算蠻舒服的 那這一次呢 我們來沖繩開車 我有開比較長的時間 坐起來我自己都覺得還蠻OK的 對Ioniq這一台 心理空間我覺得以來沖繩玩其實也非常夠用 覺得租起來還不錯 對 而且價格我覺得也算合理 油車稍微貴一點點而已 對 而且它跟特斯拉比它有一個很大的優點是 它呢 是有Apple CarPlay 對 我覺得這一點很加分耶 就是它不但支援CarPlay 也支援Android Auto 所以它整個語系啊 變成中文翻成中文 所以你從手機上面按 就可以自動幫你導航 我覺得很棒 這一點就是到陌生的環境就不用再適應 那我們這一次的租車我也覺得 服務也不錯喔 速度也很快 使用上都沒什麼問題 而且日本他們真的很特別喔 所有東西都是現場財富款 你網路上不用做任何的結帳動作 這點真的非常的特別 對就是不用押金啊 不用什麼 完全是信任的那種方式在進行 來沖繩完全不用擔心 你們會覺得自己在花蓮 對這邊其實 超多台灣人 而且中文幾乎都會通啊 連店家都會通 一進去啊 他就馬上問你 是不是台灣來的 對 就直接問你從哪來 他們已經準備好一本手冊了 好啦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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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營物 我們會不會見到 我們會報喜聞 你會不會理解 你們會不會 在座位置 但你們會不會 不會 也不會